各位早晨 不经不觉这个travel talk 已经是办了七次 我们大家是探索过已经是十一个国家 今天是第十二个就是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最出名的就是那些生物 那些生物大概是有二万五千种动植物 而二万五千种动植物里面超过八十个百分比 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所谓endemic 即是在本地那里是演化出来的 所以叫做生物保护演化胜地 除了这个动植物之外 就是马达加斯加的地质 地形 气候 这个布络 和历史都是以很多地方不同的 而刚才所说的各种的情况 都是和 为什么马达加斯加会有这么多这么复杂的生物有关 那我们会尝试一下探讨一下 那具体那个 具体的内容包括 包括介绍一下马达加斯加究竟在哪里 它的历史和当地的人 天气、地质、地貌 接下来就是说那些动植物 动植物有两种 一种是现存的 另外一种很大批的 就是已经是灭绝了的 但是都是很特别的 值得看看 那最后呢 马达加斯加也都很出名 是有宝石的 包括红宝 南宝 就有少量鑽石 那我们都去装一下 有六宝 六宝 六宝 没有 没有 那先讲了 马达加斯加在哪里 马达加斯加呢 就在南半球 非洲的对出 即非洲东岸的对出 对面就是 这个叫做莫森秘笔 那岛都相当大的 是世界第四大岛 那第一二三是什么呢 就是Greenland New Guinea和Bornio 那如果是讲比较欧洲国家 差不多是西班牙那麽大 那就是都幾substantial 澳洲不是岛 澳洲不是岛 澳洲是州 南极都是州 南极都是州 那怎去呢 那麽多远 当然要坐飞机 坐飞机去到之后 就上岸了 就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包括那些路好的小巴 如果不是就是4WD 亦都要走的 就是几多路走 又上又下 那由香港搭飞机去呢 就是最方便 就是搭这个叫 毛里球师航空公司 但是就没有直飞的 要么是经过reunion 即是流离旺 或者毛里球师本身 那麽 那麽飞行时间十一个钟 但是呢 你要转机 那麽那里你预计三个钟 就是加上14个钟才到 那这个就是 他的首都机场 Tenner 那 航空服务 停了整两年多 那 查查上网呢 上个月就有了 但是都不是很稳定的 那去到住什麽酒店呢 最高级都有四星的 就是好似这个叫Norvotel 和Carlton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说的首都 一出了首都那些都是三啊二啊 和更低级一些的 那又好似Bungalow 那样的样子 那这些就是我们住过的那些地方 那这间最靓了就是Isola Rock Lodge 就是很原野风味 半张幕半房 那这间就是最差的了 铁皮顶热到飞起 还有晚上呢 听到那些动物在上面走的 那不用说门都关不陷的 那这个是最差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去去去看东西 那就是要去这些地方 那就是食物了 那因为以前比法国佬统治过 所以法国餐 就是挺好的 那尤其是面包 那中餐呢 就不敢去试了 应该不够的 那不过很奇怪呢 在中间呢 我们去过一间咖啡店那里吃呢 他竟然间做了一碗汤面 那这个汤面很合格的 那另外呢 就是饮品了 那四围都见到一种东西 叫做THB的 就是三马牌啤酒 那就是很地道的 那这个三马牌啤酒 那柠檬汁就到处有 海鲜 海鲜都不错 有虾蟹 蠔呢 见仁见智 就是 敢吃就吃 好 历史 那马达加斯加的历史呢 就大概一千六百年 就是比较短的 换句话说 在五百个CE CE就是common era 就是等于AD 但是现在宗教的问题 所以很多都不用AD 就叫做CE 就是五百个AD的时候 才开始有人在那里住 那这些人在哪里呢 就是马达加斯加刚才解释 距离非洲那么近 应该从非洲来 但是不是 竟然在亚洲来 亚洲来那些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上一次讲 这个Easter Island那种 Ostronisian 就是叫做南岛族裔 上次没有听过那些 略略讲下 南岛族裔 最早在中国的北边 跟着由中国的东北 一路落落到来福建 就过台湾 那时候的台湾呢 就是黏着大陆的 就是没有过台湾海峡的 在那里繁衍搞了那十七种 台湾的土著 跟着呢 人越来越多呢 还有又生痕了 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去 看看太平洋究竟有些什么呢 开始出发 出发呢 第一个去的呢 就是去关岛Sipan Truck 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 Micronesia 就是图那个 再跟着过去 东边呢 就是去中间 就是那些小岛 然后由那些小岛 Bora Bora出发 北边去到夏威夷 南边 就分两支 一边去到纽西兰 另外一个去到 East Island 那就是所谓的 Polynesian Triangle 那就是Polynesia 还有一支呢 就是南下 南下去了一个地方 现在叫做Melanesia 那里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所罗门群岛 那一带 最后一支呢 就去了Indonesia 就是邦尼那边 跟着又Indonesia 一去就去了 马达加斯加 那时候大概是500个AD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 要有证据的 第一个证据呢 就是又是科技了 就是女士呢 有一种DNA 叫做Metotrogeal DNA 就是叫做纤粒体的 那这个呢 就是由妈妈 传给个女儿的 一代传一代 每次有少少变化 那如果你backtrack 你可以知道你个妈 个妈 个妈是谁 那倒反过来看呢 现在在马达加斯加的女性 很大部分呢 都是在500个AD 那时候 有30个女士的后裔 那30个女士 在500个AD 去travel 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不会是意外来的 因为航海很危险的 那所以应该是一个 有计划的移民 就是一路是这样过来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证据呢 那另外一个证据呢 就是这些人呢 带来很多食物呢 是马达加斯加本地没有的 包括什么呢 香蕉 大米 和Taro 即是叫什么 胡头 胡头 胡头很出名 Polynesian Islands 全部都吃胡头 就是root crop 那也是一个证据呢 那他们来了之后呢 又开始耕种 开始繁衍 变了很多暴落 到再久一点了 去到七和九世纪的时候 有些阿拉伯人来 在哪里来 在奥曼 奥曼那里 近了 但他们只是来 找吃 做 trading 就没什么 impact 再下来 再下来到 到第十世纪呢 因为近非洲 非洲 非洲人始终都要来的 那些来的什么人呢 叫做 Ba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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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tu在哪里 地图黄色那里 就是他起家的地方 Central West Africa 那里呢 就开始 又是移民 有一支 南下 去了南非 另外一支 向西 向东走 直落 去到 南非的北部 就是我们说的 Sulu 就是那里来的 那再跟着 有一些 部落的战争 逼到一部分人 过海 过海 就走了 去马达加斯加 那他过来 就影响很大的 因为他是一个语系 是跟奥索尼西亚不同 还有呢 他是识耕种 识牟疫 那还有呢 他又带上一种牛 这种牛叫做大角牛 很漂亮的牛 牛很重要的牛 在马达加斯加 直到今天 都是代表个人资产的 就是你有多少只牛 那这个是其中一种牛 那 又做 那现在发现 马达加斯加 即是那些本地人 有一半 是有奥索尼西亚 另外一半 就是Bentu 那本来说 那本来说 他们是通婚 都很厉害的 那是一个 真实的 封锁 那美国说 他自己封锁 其实是 它封锁 没有封锁 那我们这里 真的封锁了一堆 那到十一世纪 又另一种人来了 就是泰米尔人 Tamiel Tamiel Tamiel在哪里 印度的南部 那他又带了一种牛 那这种牛 叫做 Sibu 就是扭牛 为什么叫扭牛 你看到公仔 他在脖子里 那里有一块东西 一个扭牛 那在印度常见到这些扭牛 那很奇怪 Tamiel 就是印度教的 但是 是 他们没有引入印度教 即是不成气候 所以没有影响 那再下一些 十一世纪 阿拉伯人再来 那来做什么呢 主要是做贸易 但是阿拉伯人那时候 就是挺聪明的 他带来 不只是货物 他还带来很多 科技 譬如是 astronomy 有 science navigation 文字 影响当地的文化 再下 1500 AD的时候 就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那时候 最威力 就是在印度 印度 葡萄牙 即是葡萄牙 那里有殖民地 在那里擠一些人过来 就有 trading post 有个地方叫 matatana 那里 蜡烛 但是他也没有深入 再下 那本地人是怎样呢 刚才说的那些 运了一堆 bantu 和 Osternitian 已经成为很多部落 其中一个部落 就叫 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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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成立了第一个marina kingdom kingdom 跟着 到这些都很乱 你打我我打你 直至到1787年 那王 那王很难读的名字 Andrian 统一改一个名字 不是叫Marina Kingdom 而是Kingdom of Madagascar 第一个 接下来是扩张 现在看图 可以由1828至1840 差不多整个马大家斯加都被他们控制了 除了白色的地方 这个Kingdom一共有1810至1897 是有六个King 或者Emperor 其中只有两个是男人 Rodemma the First 和Rodemma the Second 那些全部是女人 那时候女权很厉害 好景不常 又有其他人来了 法国佬 法国佬其实在十七世纪已经来 那时候都是低调 直到1883 就直接是侵入 要占领的地方 就colonize 了这个马大家斯加 最美的女王 Queen Ranavanona the Third 就被她捉了 首先去了Reunion 即是流离王在附近 但都觉得太近了 怕她复国 于是再捉了她去Algeria 即是北非 不清楚 1917年死了 好明是法国佬有些事情做了 这个女王的样子 就是右下角那个 那些人有没有反抗 当然有 但不能反抗 即是太懸殊了 实力 被她捉了 照片看得很清楚 全部锁了 好像奴隸 那样 接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国被德国占领了 即是Nazi Germany 分开两个部分 一个是Occupy France 一个是 那个叫做什么 忘记了 不要紧了 Anyway 德国人 就说 犹太是她的死敌 即是犹太人 一定要处置 其中一个project 叫做 Mardegasca Plan 1940 就预备 将四百万的犹太人 丢去马大家斯加 马大家斯加 他自己估计 可以容纳一千万 即是 已经有图了 在哪里建一些集中营 诸如此类 好在就没有实行 但不知是否好在 可能去了 就死少些人 也都未定 即是没有了这样的集中营 Anyway就是历史 即是很可憐 那时候有很多这些公仔 但 即是没有人能够做任何事情 好了 打完仗了 法国又回来了 继续占领 继续占领 那时候开始 那些Decolonization 全世界都发生的了 当地人也都开始反抗 1947 1948 是一个大的 Uprising 但是 也都不够打 保守估计 当地死了一万一千 如果是 多些的 就说九万 那我们在中间落墨 起码都三四万人不见了 那 很残忍 两年内 那 现在看看 那个 暴动发生 1947 刚刚我出生那一年 那 那左边的旗 就是 那时候 法属 马大家斯家的旗次 那 那 就是 独立 勢不可当 勢不可党 1960年 足之都独立 那 最初叫做 马大家斯 Republic 最后 就 改名叫 Republic of Madagascar 其实都是 好像很多 非洲国家一样 比你独立 就乱乱 直到 有些 Dictator 出现 搞了 十六年 跟着 又有这个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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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 政变 又扫了 President 下来 那 到 2009年 就委任了 一个商人 就是 Businessman 叫Andre Nireno Rajonina 就是 Acting President 那 后来 就做了 坐正 坐到现在 那 这个人 就是 认真 也是一样的 就是 最神化 就是Covid 的时候 他又信了 Donald Trump 那手 就是 用了些不清不楚的 治療 那 左边是第一个 那他老婆 好样 在中间 就是有些 亚洲人的样 那 右边的是 Prime Minister 那 那 2023 就是 明年 就会大选 那 大选之后 怎样就不知道 那 那 他们搞到 那个 国家的经济如何 那 主要 马大加斯加的 Economic activities 包括 農 農 那 这个 Forestry 就是 佛木 仿职 就是做三的 就是旅游 和开矿 那 那 2020年 Inflation 7.8% 现在一定不止 但是没有数据 那 到 Unemployment 1.8% 这个 因为 因为 这里的人 75% 是rural 是农业的 就是self sustained 所以 没有说叫unemployed 这回事 那 看着先 1.8%好像很正 那 GDP growth 现在我想 那 就是 2020 是5.2% GDP per capita 465元 美金一年 那 我们 是整四万 就是 很难捱的 那 现在 估计 一个国家的 经济 地位 就不只是 GDP 那 最新的 叫HDI 就是 Grupl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如果是 说这个index 它是 全世界189个国家 做了 测试之后 它是162 就是 很低的 是不够饭食的 要靠外国人 是捐很多钱 那 这个就是HDI 那个index 包括什么 那些人有多长命 健不健康 有多少知识 是有没有一个 decent center of living 存在一堆 去计算你的国家 就不只是GDP 因为GDP可以是 是贫富懸殊得很厉害的 好了 那 它的农业 农业有几味的 米一定是 它们吃饭的 Coffee Vanilla Vanilla 应该是世界第一 即是产量 还有烟草和糖 现在有空回家 慢慢看哪些东西 在哪里种 矿蜜 其实是不错的 有很多东西 即是Cromium Titanium Nicco Copper Cobal 但这些全部都没有去开采 因为没有钱 没有能力 没有技术 GEMSTONE 就很厉害 其中Sapphire 即是蓝宝石 就是世界产量最多 Garman Garman 试过一道很重要的 但是他又不争气 因为以前他生产的服装 出口是不用碎的 因为是符合了一个 叫AGDA的规例 即是你用的工人 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后又不守规矩 即是美国式 说你不守批举就不守 2014年取消了 很惨 接下来 reaccepted 2014 接下来 现在慢慢慢慢復甦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他雇用40万人 就是Garman 其实就是等于我们中国的内料加工 即是这些外国人拿了东西来 你车了之后出去就不用碎 有些什么人帮衬很多 Sara J.C.Penny Pilmar 马沙 很多这些厂都是有香港人的投资 所以马帝加斯加是挺重要的 那他的钱 他的钱叫Rupee 就是不流通的 即是在当地用的 不值钱 就等于美金多少 0.000024 即是等于费 好了 那说到人 一共有2800万人 刚才说过了 南岛与系 是一直增加的 即是虽然这麽困难 就在这裏增加 有很多intermarriage Melting pot Melting pot Melting pot 之后就有18个 prominent的部落 部族 讲的话叫马拉加斯 官方语言 亦都是讲法文的 Well Bank Well Bank Melting 估计 92%的人 每日的收入 是少于1.9美金 那这个U.N. standard 是什么呢 Poverty 这个Poverty line 就在这裏 即是窮到洞 27%的小孩 都是不够食物的 Malnutrition Life span 65 男人女人69 我们是82 男人86 女人 女人长命些 永远都是 除了这些本地人 还有什么人呢 还有法国人 还有印度人 Cormorian 就是一个岛在北边 中国人 不少 有10万 很多是以前避难避了 即是很久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已经去的 那18种人 住在哪里 就是这个图里有的 那18种人的样子 亦都是在右边 我们来看 是很难分的 但是他们是分得出的 那比例是如何呢 这个图就看到了 最多 就是Marina 即是Marina kingdom的人 的后裔 那 那 以前 也有叫做 階級观念 即是有三层的 就是 Noble 主要是Marina的后代 就是普通人 就是自由人 以及 Slave 或者Slave的后代 那 应该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 这个分格 但是 其实呢 在政治上 在商业上 营救是 由Marina影响 控制很大的 那 那这些是他的样子 那你一看到呢 有黑黑的 有白白的 因为Polynesian 是比较白的 就是Bentu 是比较黑的 那 很有趣的那些样子 那他那个 Population Pyramid 其实是很健康的 真是一个Pyramid 男女 差不多一样 就是 生孩子也够多 那 就是做得东西的人 也都不错 但是 分布是很不平均的 有三分之一 是没有人住的 那些地方 因为太贫積了 那 主要就是 是圍住的capital 和那个 马达卡斯加的东岸 那 这些不要管了 那 宗教 宗教 都很落后 42% 还是 信这个 叫做传统宗教 那 传统宗教 包括什么呢 第一样跟中国人一样 他们拜祖先 很注重拜祖先 那叫做Lazana 那 他们也都相信 是有个creator 叫做Santa Hari 也都相信 叫做Animism 就是说 万物都有个灵魂的 就是不要乱这样搞事 也都相信 命魂 Vincana 这个是他的传统宗教 剩下来 47%是基督教 而基督教之中 Portisan 占了27% 大部分都是路德会的 剩下来 就是Roman Catholic Balance 就有2% 是 信尼教 的Muslim 就是他的宗教 都发展得挺好的 尤其是Christianity 这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 建得很有规模 应该是法国人 那时候建的 这是 回教寺 他们拜祖先 很注重 所以建的坟墓 很讲究 全部都有装饰 有砖 有木 也有一件事 很有趣 叫做 翻尸折 每七年 差不多 就把先人的尸体 拿出来 和他洗干净 穿个衣服 又有一段階段 又拿进去 化了 都是执骨 执骨 先看看那些坟墓 很多东西 看的 也除了 那些坟墓 漂亮之外 有部份的部落 又很喜欢做这件事 叫阿罗阿罗 阿罗阿罗 是一个桃藤 来的 洞在一个坟墓 那里 那桃藤的顶 那里 多数跟死者以前的生活 有些关系 例如 可能左边那个 是驾巴士 不一定 牛 你经常都见到牛 有很多牛 有钱佬 这个有牛 那个有牛 这个又是这样 这个又是这样 这个有架飞机 可能搭过飞机 是很漂亮的 除了冻这枝 之外 冻了牛角 在地下 这些是antique antique的图藤 现在卖得钱的 即是以牛占多数 那 翻诗节 Farmadihara 翻诗节 即是抬它出来 穿了轮衫 又拥回去 是很开心的节令 跟墨西哥那些有些相似 大食一餐 那 未知 我看你有多有钱 还有 不然是少很多 而这个 基督教 天主教 都容忍这些东西 因为觉得都没什么抵触 你喜欢就做 那这个真是抬着 周街走 那 那 我们说他 他 75% 的人 是 rural 剩下的 25% 就是 在城市 那里 城市 其实只有一个 大城市 只有一个 capital capital 叫 antanarivo 那 这么死场 连法国佬都顶不住 那 将他缩短了 就叫他做tanner 即是 即是 斩头斩尾 所以 现在那些人 就宁愿叫他tanner 别搞那么多 那些 就说不定 那 有多少 差不多200万人 即是有2800万人之中的10% 在那里 他很高的 大概是3千多隻 即是大鱼山不高 放眼在山頂看下來,沒有一間高樓大廈 雖然是很urban,也沒有高樓大廈 這個城市的圖,最矚目的是中間有一個湖 這個湖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怕要火灼,火灼有水源和間開城市做兩邊 這個湖是挺漂亮的,上高看下去 中間有一個紀念碑,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平紀念碑 還有很多法式的建築 這些大部分都在用來做政府的部份 也有皇宮,右下角有一棵牆 皇宮圍著有圖畫講他們的歷史 這個藍色三個就是我來的,證明真的有去 這個皇宮其實挺漂亮的,可惜一把火燒了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殼 可以進去看的,我們進不到去看 那時候是裝修的,所以沒有進去 這個皇宮的設計,就是那個宮殿,燒得通了,沒有東西的 另外一個皇宮,下來就是城市 城市就是影真一般,這個叫Bank of Africa 應該很厲害,因為是德國的建築物 很矚目的是大馬路中間有一個大的水溝 用來做什麼呢?原來是曼蘇雨的時候很厲害的 浸得,那時候就會嵌冷,因為用來去水 那些城市的人很友善的,很喜歡拍照 你一拿相機出來就飆出來 也看到很多女士,把頭用來頂東西的 不需要戴帽子,頂菜也有什麼都有 那些女士也是查一些東西的 這個叫做Mason Joanie 其實是彈香木粉來的 如果大家去過Burma,Burmes很喜歡的 等於它的防曬,能衣白病 即是查了下去,又會沒有暗瘡 有些宣傳,這個是查了和不查 應該似乎有用 這樣就…那個… 左邊查了 那麼… 那個… 右邊查了 右边查了之后 这个城市里面很多小的mum and pop shop 很多的 我们就碰到一间有些规模的 那个仕头婆原来是广东人来的 绝对是很高兴 因为很久没讲 就是跟我们讲很多东西 第一次大战是小女孩 马上走难走了 第二次 第二次 可以有时间讲的 很有亲切感 其他店铺 因为法国占领了他 所以他们那些art concept都有一些影响 所以他游那些店铺的颜色都很鲜艳 就是没那么多 城市已经一样的 游那些颜色很好 也都是摆地摊 就是好像中国三十年前那样 很多地摊 就是摆实用的物资 摆食物 那些食物很多咸鱼干 那些东西 有水果 很多人都会帮人洗衣服 就是没有洗衣馆 就是在河流那里洗衣 很多的 就是沿途都见到 很多很多工具 也都很多占颜色的 还有用颜色的工艺品 那颜色的工具 是一种叫做 建码 就是这里面的公仔 那些建码的纤维 就拴出来 打打打打打 就变成颜色 由颜色就可以做很多这些工艺品 我們亦都見到一些音樂器,他們的音樂很複雜,因為有非洲的,又有亞洲的,又有印度的,又有亞洲的,其中他們自己做了一種東西叫做Valiha,我們也有去買的,這個是他們的好像Sitta,印度那些Sitta,但是它是用Bamboo做的。 我都買了一個,不如已經爛了,不知道去哪裏,有一個證明,我們真的有去,這次見到了,藍色衣服那個,背脊是另外一位同學,應該都現在在現場,Vivian來的。 好的,這個近鏡就是這個音樂,有21條至24條線,再去,離開那個城市,就見到很多窮人,就是鄉村, 窮得來的,真是很窮的,鞋都沒有的,就是有沒有水有沒有電,就黑食,停車就衝過來的,我們已經預先被通知要帶些東西去的,即是玄筆拆紙膠,糖果那些東西。 他們連我們喝完的水瓶都要的,挺慘的。 講到四維去,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它很unique的,是甚麼呢? 就是Oxcar,即是21世紀,現在還用牛車的,大概有30萬的牛車,即是還在用,拖人,拖貨。 這個呢,就是一隻牛車,用兩種牛拖,一個就是柳牛,一個是長角牛,大角牛。 還有,除了牛車,還有些甚麼,還有些很古怪的,我想全世界只有一架,就是左上角那個火車,法國佬流下來的,但用膠胎的。 即是這麼大的兒子,沒見過。另外,有兩種很unique的,就是這個車仔。 車仔,它有個名字,就叫Palsy Palsy,我想就是Pool,是中國人帶去的。 另外一種,叫Taxi Browsy,就叫Push Taxi,其實是一個大的巴士,它叫Taxi。 你也見到一個很古怪的工具,就是中間有個穿黃色褲那個,推的車仔。 如果是上斜路,要自己推的,如果下斜路,就滲下來的。 那它有一個大小的,有一個木的,就釘了一個交胎,要停了,這樣一堅硬來的。 但是,很efficient,即是見到一堆的聲音,很快樂。 這個,不知道大家看過Tintin,夢嗎? 那时候是1930年代,这个是Bush Taxi 那些路影响麻麻,我们在旅程之中,试过一次转弯转到坑渠 搞来搞去都搞不定,天都黑了很害怕 幸好有个军车过去,那些军人强硬抬起它 要多谢马迪加斯加的军部 好了,讲完人,历史那些,讲了天气 天气是南半球,所以冬季下季跟我们倒转来 它是受东北季后风影响很大的 如果是classified,就叫subtropical monsoon 夏天是11月至4月,那时候是有热和下雨 最热可以27度,冬天是cool and dry 那时候是9至20度 看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又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岛的结构它中间有个叫中央山脈 所以东南风吹了上来,被中央山脈就挡住了 所以就将那个岛的天气分割为不同的 region 东边吃正风经常下雨,南边被挡住了很干旱 到这个西岸就是中间 Central plateau不用说,因为高 有成4千米,温度一定低很多 如果你看那个 parallel of dry season 你可以看蓝色那里,根本没有 dry season 红色那里,没有 wet season 很 extreme 那什么时候去最好呢? 就当然是July-August 又不是很热,又没有雨 这个如果有兴趣,深入一点 就看那个co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這些是幾個主要城市的圖案 有什麼重要性呢? 因為這樣分割成不同的地區 所以有些叫做Bio Climatic Zone Bio Climatic Zone 每個洞就是容許當地的動物 根據那個洞的狀態去演化 就成為很特別的生物 雖然是同一個物種 但是在不同的Bio Climatic Zone 就會變成不同的樣子 不同的Behaviour 遲些再說了 天氣那個是正常狀態 還有一個很慘的就是 馬特加斯加是經常有颱風的 在印度洋的颱風 你看看這幅圖的颱風路線 哇 亂七八糟的 每次都很稠的 就是10月至5月 舉例2004年 這個叫做咖啡爐 就殺死了237人 就不見多少錢? 2億5千萬 這是很大天文數字的 最近那次就是2022 都死了10個人 很大風 最慘的就是水浸 浸成這樣 除了颱風還有一件事 就是人為的 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Temperature change Increase的很厲害 如果你看這個圖 過去40年一砰一聲 熱了很多 亦都是乾了很多 為甚麼呢? 主要原因就是 Deforestation 他都會砍掉樹 砍掉樹 砍到甚麼地步呢? 你看看綠色的圖 最原始在馬達加斯加 有很多原始森林 到1990年 只有10% 即是砍到這樣的地步 那砍來做甚麼呢? 第一個是做農業 即是耕種 農業是那些叫slash and burn 如果人不多 地方夠大 slash and burn 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有給時間 它復甦 但現在不行 沒有 你割光之後 跟著就死火了 接下來是甚麼呢? 就是木材有價值 尤其是Temperate Forest 第三樣 他們是沒有燃料 沒有蚊 主要用來燒碳 將木割來燒碳 通街有得賣 右下角 右邊左邊 有一袋袋的就是木炭 即是你沿途都會見到 很多這些木炭檔 最後一個就是開礦 它是有礦的 尤其是那些jam stone 一刮就刮到亂了 這就是它割樹的情況 割完之後就光滑滑 好像飛了法一樣 有甚麼重要性呢? 這就是所謂叫GHG Green House Gas 有多少種 有些是人為的 有些就不是的 最大的那種GSG 就是CO2 CO2 即是圓圈 你割了木 對CO2有甚麼影響呢? 因為樹是甚麼植物 植物是做甚麼? Photosynthesis 即是吸氧化碳 放氧氣 你斬了樹 即是這個功能沒有了 接下來斬了樹 它會釋放CO2出來 更大問題 即是原本已經少了 這樣就弄出來 亦都因為沒有了樹林 所以有Erosion Erosion 就弄到 華英馬陸 原本 馬達加斯街有一個 叫做Green Island 現在叫做 Great Red Island 因為那些泥土 Oxidized 變成了另外一樣東西 叫做Nitterite 即是紅土 那些紅土 就用來做磚 那些東西 怎樣搞呢? 有甚麼補救的方法呢? 甚麼不是不做的 都開始了 第一種就是 有些叫做 做一些叫做 Green Corridor 即是種一些樹 另外一種就叫做 Protected Area 不准斬樹 第三種叫做REDD United Nation Project 即是那個名字鬼死那麼長 Reducing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有很多procedure 我們不要管它 就是這個正在做 第二種正在做 就是搞多些National Park 即是被人去參觀 順便去保育 和Wild Life Reserve一樣 似乎是有些人做了 但是 很慘的 其中有一個叫做 Corridor 在2016年 沒有多久之前 忽然間發現有Sat-Fi Sat-Fi如何? 四萬五千人湧去 湧去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樣的樣子 不止樹沒有了 這個為了這粒東西 為了這粒東西 搞到連那些黏糬都沒得住 這個情況是繼續惡化的 其實在馬特加斯加的南部 現在是在處理一個 Worse drug in 40 years 即是咖啡色的地方 影響到130萬人 是很大件事的 我們怎樣去量度 它的嚴重性呢 就是Food Security 有一個叫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有一個階段 由小小 到很大影響 最後去到Femin 你可以看到 開頭是黃色的 在2021 跟著 2021年的 尾已經變成咖啡色了 再下來就糟了 越搞越糟了 紅色 即是差兩級到Femin 有些人沒有食物 叫餓 沒有水 乾得不得了 現在開始了 有些人要吃Locos 蝗蟲和吃樹葉 已經開始了 那些小孩更慘 小孩更慘 如果大家有興趣幫忙 可以上這些網頁看看 誰適合你用的 NGO來的這些 就是可以去捐獻一下 好了 這個又說完天氣 天氣主要想帶出 有很多不同的Bio Climatic Zone 就是影響到那些動植物的 叫做演化 好的 那到地質和地貌 大家都知道地球的陸地 就不是永恆的 就是因為 這個地殼變動 和這個叫做continental drift theory 會動來動去 有序 有合 序合之後又會分開 起碼都發生過四次 最近一次 就是這個圖 說的那一次 整個地球的陸地 就聚埋了之後 就叫Pengia 就是盤古大陸 盤古大陸分了兩個部分 北邊叫Laurasia 下面那個叫Ganwana 馬達加斯加 就是在Ganwana的一部分 分裂出來的 如果你看它的過程 一億七千萬年 紅色的那顆就是馬達加斯加 黏著什麼 黏著非洲 黏著南美 黏著印度 是一塊東西 一直慢慢分裂出來 直至到六千萬年它獨立 變成一個地方 有什麼證據呢 你可以看到平衡列谷 全部的方向都一樣 這是其中一個地質上的分裂 Simplified Geology 很簡單來說 粉紅色那些很古老的 三十九億年 三十九億年 全部都是眼眨眨的石頭 花江岩 片馬岩 沒有這麼古老的 就是在西岸 那些五顏六色的地方 那些地方大概是五億年而已 五億年為何重要呢 五億年就是一個東西 叫Feneroshoic period 就是地球有顯明的生物存在 叫顯生咒 就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要找Feneroshoic的古生物的演化 全部都是去那邊去鑽 即是五顏六色那裡 紅色那些是什麼呢 就是後期的火山熔岩錶出來 白鑽 有些水素 這個很簡單 這些石頭是香港找不到的 抬了幾塊回來 不過太大塊沒有拿來 又是了 因為地質的關係 所以都可以分為很多geographical region 有Northand East Coast Central West Coast 和South Coast 略略說一下 Northand Highland很難去的 即是沒有什麼路的 是高山來的 最高的山是二八七六個米特 這些看看公仔算了 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Northand Highland 隔絕了它自己是獨立一個區 所以這些動物如果困在那裡 就跟其餘地區沒有聯絡 自己演化 這個地形 到東岸 東岸就是Central Highland 跌下來的懸崖之後 就是一個很窄的平原 窄的平原有些tropical forest tropical也很重要 有很漂亮的沙灘 有人住的 不要理會它 到Central Highland 剛才提過Central Highland 就是很重要 就是看天氣上來講 在氣溫來講也都很好 因為它高 它高比較涼快 所以一些重要的城市都在那裡 尤其是那個capital都在那裡 也都因為它有些basotic intrusion 就是那些火性癌 它是比較肥沃的 所以主要那些農業都在那裡種東西 它有兩個地質上的特點 第一個叫massive 第二個叫Inselberg 稍後再講 先講它的農業 看到都幾綠 種到稻田、米 那些山坡地區都有terracing 那說massive massive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斷層 就是地殼 有些地方是斷裂了 如果有地殼活動 就會推了它出來 很大塊一座山 推了出來 那些叫做massive 其中有三個主翼的massive 其中一個 那些名叫Ancaratra massive 另外一個叫Andrinjitra massive 為什麼怪呢 因為它是Limestone Limestone 等於那些叫做 赫斯洛地茅 Cars topography 它自己有個名叫 只合佩斯 也需要養虎虎 虎丸星怪 另外一個叫做 因素berg 因素berg 就是不是由地殼活動 只是因為它的 種岩石 是比附近的岩石硬的 所以elosion 其餘那些吃後 就餘了那些 那叫做 因素berg 但博藏的特文 就是賭 那樣的意思 就是 iceberg 冰山 现在这个Insober is isolated mountain 突然间弄了一块东西出来 很多的 Massive 真的是很大的 因为地壳变动推出来 这是因为Erosion做出来的 是小的 沿途由北向南看到很多这些 例如一粒一九个 为何还要 无端端弄一块东西出来 是一个micro system 里面又可以演化 尤其是植物 所以有很多稀有的兰花 就在Insober 里演化出来 是那里有 一出来就没有 所以要看一看 西岸很古怪 西岸最出名的是什么 有一个称字 称字 称字在当地的曼拉加斯文 就等于是 Tip Toe 就是硬硬脚 和你不着鞋 不要去的地方 也就是硬硬硬硬硬硬硬 或者你乱踩 很容易烂的 有两种 一种叫称字 Rush 即是土林 另一种叫Lime song 称字 是石林 土林 是土做的 石林是石做的 先讲这些 称字Rush Rush 是法文 法文的红色 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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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这里有这么特别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一层红土 下面那一层是雷 雷 水流不过 所以那些水就会凝聚在一起 就像一把刀那样 就切到这些红土 那里 切成 一天走着蚕 一天走着蚕 换句话说 这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不最终的 就是大概五十年左右 全部都没有了 但是这里没有而已 同样的地质环境的地方 也会有的 所以不排除 将来在附近又有另外一颗 那就是去看看 看得挺辛苦的 坐这四驱车 顿到屁股都痛 就是那些路就是右边那些 就是又高又低又高又低 但是值得的 一去到看 这个是土林 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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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来的 起码都去摸摸 应该不给的 博猛 那就是这样 很漂亮的 全世界最大的石林,就是一个地方叫Bermaraha National Park 这些石林其实等于桂林的Lime Zone Cast Topography,但是全世界最大就是这里 不过我们是没有去到的 因为刚刚那时候交通有些问题,我们去了另一个,第二大 这个就是朱罗纪的时候的一个Lagoon 后来地壳升了,又侵蚀,即是Exit Rain 融掉了,就变成了这个,很大的,很岩残 我们没有去到那个,就去了Lago,Ancarana 都很漂亮,就一亿五千万年那么久,都是朱罗纪 就去那些吊桥,走去也挺辛苦的,你有没有去的 我应该有的 哈哈哈哈 你都忘记了他 很辛苦的,我们其中一个队友就很厉害的,就是拖一下他 但是搞定,就是没办法不佩服,那走去走到,气都咳了 因为很热的,那走去又爬高,爬低,那这个也是我来的 因为它是一个Lagoon,Limestone Lagoon,即是换句说话是海底的,所以很多海洋生物的,尤其是Gastroport 即是腹竹类的动物,即是那些背壳,可以见到很多的,我都收拾了回来的 那一间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是整亿年的了,那就是这些了,那里也有个洞的,那里的天坑 可惜是不够时间,没有下去,那就在附近,在附近看一下 好了,最后一个地方就叫South Coast,最干那里,最南那里,最干那里 那它现在变了一个叫Isola National Park,应该是必去的,即是去马帝加斯加 那是一亿年的历史,那它那些石头呢,和这个南非那些是一样的,即是叫Karun Formation 就是证明旧时都是黏的,那去看一下,那这么久的历史呢,那时候有雨的,有风的,那一路切割,切到好似现在的 那些人,台线,在那里生长,那有很多那些地质的feature呢,叫什么,风食柱,风食柱,石柱,全部都在那里见到的 那这个呢,就是打卡的地方来的,即是全人都要拍的,那当然就拍照了 那这张不是我拍的,但是日落呢,太阳是穿过这个洞的,所以你下次去,记得在那里拍 在那等,哇,很漂亮,新石,那它也有个女王头的,叫Queen of Isola,即是等于和台湾的,什么, 什么,横丁的,野楼,野楼,野楼的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不同的,石一层一层一层,有点软有点硬,那就形成的,那条颗一定很幼的,那条颗呢,比风侵蜜,最厉害的,在那里擦擦擦擦,擦到什么时候掉的,那头 那又继续走,即是说一定要走,去到尾很漂亮的,那样,很热的,好,几难受。那这个呢,就看到,这里地方,因为有很多动物的,就就有有小鳥,又有Raptor,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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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见到一条大蓝蛇,很大条,那样,那样,那样,就看到这些绫毛啦,那样,有些变色龙,那样,有些巨型竹切蟲,那样,那样,那样,就看到这些绫毛啦,那样,有些变色龙啦,那样,有些巨型竹切蟲,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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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变色龙啦,那样,那样, 一個普通的十倍 最後到這裏 有一個自然泳泉鋪 他說很漂亮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碎料 但都重計算到尾 去完 不行 很辛苦 走完回來之後 我們是不是這次 就覺得可敲可樂全世界最好的飲品 好了 到…看看幾點 動植物 動植物 出名了 馬大家斯嘉 我們剛才說六千至八千年的時候 就脫了出來 就是自為一國 所以在那裏的動物 自己演化了 就變成了二萬五千種 其中有 有超過八成 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是那裏有 那是一個 所謂叫 Bio diversity hot spot 那應該是很寶貴的 但是很可惜 剛才說的種種情況 有些是自然界的 有些是人為的 搞到就是很危險 很危險 那不知可以耐延多久 所以要 要錢要支援 那現在已經搞了很多東西出來的了 就是有些什麼分 那些這樣 如果不做事 最差的估計 什麼時候 就是 二十年之後 七成的動植物會沒有了 所以 希望它不會 但是如果你要看 麻煩你快點去 即是二十年很快過 看看那二萬五千種的東西 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在 plant 有一萬三 其中有九十個百分之一 Memmo 即是捕魚類動物 有九十二個百分之一百五十多種 雀仔三百一十種有一半 是一般 爬蟲類有九十個百分之一 兩棲動物 差不多一百分之一 即是它有 別人沒有的 另外 淡水魚 淡水魚都是六成 我们会逐句去看,看之前就想浪费那么多时间讲讲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动物,而有那么复杂的东西出现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达尔文的theory of evolution evolution是很复杂的,但如果你没有少少认识,看动植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过瘾 所以用少时间,什么叫做达尔文的进化论呢 首先evolution这个名字叫做进化是不对的,现在不叫进化,现在叫做演化 因为mutation未必mutation了之后变好,可以变坏的 而进化的意思就是变好,所以现在不叫了,它叫演化 即是说什么呢?达尔文说所有生物,不管动物植物 就经过一段时间是会变的,有变异的所谓mutation 那么变异了之后呢,就有这个叫做natural selection 即是好的变异就留低,不好的变异就是不留低 那么这个就是heredity,也就是所谓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那么为什么会有mutation呢?mutation是因为居住环境的改变 那么为什么会改变呢?第一个改变是physical feature for example,以前这里是一个草原来的 那么忽然间多了一条河流改道,把它分割成两边 或者做山运动,中间无端端整个山出来就隔开了 又或者一个好像马达加斯加那样,原本是大陆的一部分分裂了出来 变成了一个continental island,island和continent当然不同 另外就是天气的变化,天气的变化由干旱变成了湿润 或者倒回头,天气的变化也会引起食物的变化 本来是草原来的,本来是树林而变草原,草原便变了树林 另外就是动物其中一个本能就是要繁殖 要繁殖要吸引异性的,要变化 所以要适应这些变化,就会搞到那些免疫 这些变化出来,达二文还有一样重要的 就是他说所有生物,不理动物植物 都是由一点而来的那个叫Luca 即是Lars Universal Common Ancestor 这个Luca什么时候来呢? 就是38亿年在地球出现的 注意他说这么多东西都不是说creation creation是另一样东西,就是牵涉到宗教 他说的东西是create了之后的演化,不要骂乱 就因为有Luca,所以以前的生命树 全部人是最高的,是分开同期,所有东西都不同 现在不同了,就因为由Luca开始 才有叫原核生物,跟着是真核生物 跟着真核生物就变了三大类 动物植物和菌类,这个叫做Mega Evolution 就是叫大演化,中间的就叫做Micro Evolution 就叫做微演化,为什么呢? 最好的例子就是英国了,英国以前是烧煤的 所以很多东西都黑蒙蒙的,不管建筑物也好 那些树木也好,所以有一种种鹅 天鹅,如果它是深色的、黑色的 就它的survival率高很多的,因为那些天敌是小鳥 看不到的,camouflage 但后来英国不消煤,忽然间干净了 黑色的那些就当殃了,即是小鳥一见就摘了它 那变成白色的那些反而是survive survive好就生多些了,所以这些叫微演化 第三种就叫物种演化,就是由一个物种 因为有很多微演化,弄一弄一弄一弄 它变成完全另外一样东西 那叫speciation 那如果要物种演化,最重要的是isolation 就是要分开它,隔离它,给它机会在那里演化 那还有一样东西,这些全部都会有例子 另外一种叫divergent evolution,即是催移演化 即是由一种东西变成N那么多种,但是 研究是一个物种 for example,最好的例子就是ciclet 一种语叫瓷雕 在lake Victoria,原本只有一种 在一亿一千三百万年就变成500种 都是那些东西 如果你说divergent evolution artificial的就是狗 狗是狼变出来的 但是因为人类配种 配到N那么多种 即是一样的道理就是divergent evolution 另外一种叫coversion evolution 催称演化 就是为了生物达到一个目的 所以就会变成差不多样 例如蝙蝠和小鳥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一个是卵生,一个是胎生 但是要飞,于是大家都变成有型 但是仰是一样,其实就不同 另外一种就是鱼 鱼要游水游得好,还是要流线型 有美鳍,有贝鳍之类 当地球上的爬虫类要下海捕食的时候 它就要演化成差不多羊 但是它是另一样东西 例如,Igthia saw Igthia saw 即是一个鱼龙 即是现在已经热绝了 样子跟鱼一样 另外一种是land mammal 这个更加厉害 就是暴雨类动物走下去 演变成鱼的样子 是什么?鱼鱼 propies是海豚 样子是一样,但其实是不同的东西 这个叫做催同演化 另外一种叫做协同演化 就是这个是从毛鱼盾的关系 for example 这个有一种蛇叫做garter snake 它很喜欢吃一样荣原 开头被它猛地吃 荣原说不对劳 它于是吃一些有毒的东西 搞到自己有毒 蛇吃了它便死了 蛇吃了它便会有抗体出现 于是荣原又要找另一种毒 这个是co-co-exist的 这个是坏的 好的呢 花一定要有bumblebee 不能繁殖的 hummingbird又一样 这叫做协同演化 另外最后一种 还叫做岛序演化 island evolution 就是一种生物去到一个岛 岛屿的条件不好的 是 是 可以 就是岛屿的条件不好 生活条件不好 它要缩小的 缩小的 缩小的在西非 hippo大家都知道鬼那么大 但是西非这个hippo就变成了很小 叫做猪鱼河马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大型的小鸟 纽西兰条件很好 有很多东西 又没有外敌 没有天敌 于是乎 那些小鸟就变成很大 for example 那个叫做恐鸟 没有啊 虽然 那些被人死了 现在没有了 但是是很巨型的 ok 那这个叫做倒序演化 最后一个就是sexual dimorphism 为了要吸引异性 就是帮你交合繁殖 那要做些事的 第一样东西呢 男性是大胜一点的 多数都是 那 还有要漂亮的 就是 譬如小鸟 那些毛肯肯肺的 没有用的 唯一的目的就是吸引异性 那现在那些人类呢 那现在那些人类呢 那男人呢 胡苏勒特的那些 过去是很弱数的 就是很吸引 现在就未必了 现在清靚白正 那女人呢 又没有羽毛 那怎么化妆呢 现在就教 查这样查那样 那样 那就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叫做sexual selection 或者sexual dimorphism 好了 就是这些是 少少基本知识 那我们来看那些动物了 那先看 那我们这些东西呢 就是 例牌的了 那应该全部都去了 那这些看这些很快的 那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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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1300公里从马达加斯卡 因为水流的关系现在是去不到的 就是全部阻挡 但是当时八千几万年的时候 就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的 证明是可以的 而需要的时间很短 就是你在枯木那里一只小的动物 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能过去 而很多这些动物亦都可以在这段时间 hybernate hybernate叫什么 冬眠 冬眠状态过去 所以是可能的 现在现有那些标志性动物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来呢 已经做了一些研究 最早来的就是Limu六千万年 跟着Teneret四千二百万年 跟着是老鼠 跟着是有牙的叫做蒙 叫做蒙 即是好像果子尼 最后就是Rodan 不要忘记 尼的不是Limu来的 是Limu的祖先 这个图很错误的 尼的是祖先 因为祖先是细极 来了之后会演化出来的 来了之后 为什么会一声 可以演化成二万五千种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们讲就是要specialization 一定要isolation 现在好明是isolate 整个岛分隔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 无论是地质、海洋、天气、 那些biospecialization 就变成了 虽然是一个岛 但岛里面有N那麽多的岛 每个岛都是一个特别的环境 已经被他们去发展 Islands within the island 第三个重要是 没有Predator 没有Predator 那些非洲有的 Lion Leopard 那些巨兽 那时候都没有 那些什么时候出现 是四百万年前才有 它已经大脆到 没有可能去drift and drift 所以是没有天敌 那这几个条件 就弄到它可以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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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户后的Local Name Local Name 是解了什么是鬼 鬼的意思 因为它神出鬼 不如跳来跳去 就当它鬼 那它是 如果是在动物学来说 叫类人猿 类人猿 那空面内里面 其实分两个分组 第一个组叫Prosimio 就是Before Monkey 第二个组叫Anthropo 就是我们 就是星星 这个叫什么 牆壁猿 到人类 就是另外一群 那我们的群 就是Anthropology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研究我们的 这个Limo 就是before我们 所以叫做Prosimio 就是组过猴 组过猴 有多少种呢 有四种 就是Tracy Loris 和Limo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Limo Limo 和Human 有什么最大的分别呢 就是中子 我们的中子 就是最长的 它们不是的 它们是 那个叫什么子 它们是什么呢 它们是什么呢 它们是 就是阮效类 有两种 一种是Wat Nose 一种叫Dry Nose 这个是湿的 湿的 它是 它是Arborio 就是在树上高生活 主要在树上高生活 主要是在树上高生活 吃什么 吃齋的 为主 耐不中都吃一些 植物 有一半的Nemo 是夜晚出现的 就是Nokturnal 另外一半是日头 尺寸的很大 它们在非洲 那里的祖先过来 Rafting过来 最早那些叫Loris Bush Baby 就是刚才那些 小小只过来 Hyburn 接着一只大 一种 变成103种 这个不计 有17种已经裂绝了 即是很厉害 六千多年 就可以变了这么多 现在很惨的 25% is in danger 以前四围都有 现在整个岛只有10%的地方有 Size 有最小的1盎司 最大的21磅 那个technical classification 不要理了 这些太复杂了 这些不要说了 样子是古灵精怪 那去看它 去看是很难看的 因为去树林那里 因为它有些camouflage 和黑脖脖 和它是跳来跳去的 那我们四眼佬 拿望远镜去看就很辛苦 那叫做看到 那我们主要在哪里看呢 哪里向哪里看呢 哪里看 哪里看这个 哪里看的 如果我们看到那些呢 那么我在一个动物的左上角 应该有颗星的 应该有颗星的 没有颗星的 这是我们没看到 不过我现在都弄出来,希望你们去的时候看到 最古老,最怪异的就是这个叫I.I. Limu,长子户后 长子户后很丑样的,又是因为Evolution的关系 马达加斯加是没有剁目了的 没有剁目了,他们的功能做了马达加斯加的剁目了 因为它是吃树木里的蟲 要吃树木的蟲是因为牙齿很利,咬开树皮 而且它的中指是长到离谱的,也可以三六十度转 在那里挖出来,你看到箭嘴指的那只手指,挖出来 这个也是我们叫做convergent evolution的一种 为了达到目的,我要变成有这样的equipment 这个要看清楚一点,以前它是很安全的 因为马达加斯加的土人认为它是鬼的化身 是邪恶的,不敢吃它的,但是搞一搞一搞,现在连它都吃了 很殷功,另外一种叫做光面户后,这个有颗星,我们真是看到的 有什么特别呢?叫得很响的,叫做singing limo 现在又是critically endangered,什么叫光面户后 就是不是很大只的,它和另外一种户后 大家一起住在一个树林,但是很有趣的,大家是分区的 一个是树木的顶部的那些叶,一个是下面的那些叶 所以大家很和平相处,挺有趣的,很漂亮的 另外一种,跳狐猴,顾名思义它会跳的,认为 叫做Dancing Sifaka,就是跳来跳去,就是这样的 跳,在岛的西南部,西南部 另外一种,Concaro Sifaka,这个是西北部 这个好似新条理罪,你看我做什么,这样子 我会穿一件衣服 另外一种是Silky Sifaka,白色的毛很漂亮 这个又见到的了,Diadem Sifaka 另外一种是Golden Crown,这个是几多的,我们都见到很多 就叫做緬户后,就好像戴上皇冠那样 或者叫做官户后,就是北部 另外一种叫Edward Sifaka,黑蒙蒙的眼睛很特别 就是你晚上,你用电筒一照,他都没有说不害怕 就是几恐怖 这个又多了,又出名了,Ringtail limo 卡通整天都有的,见到很多的 他吃齋的,一组组的,有三十只一组 女人作主的,就是女人带队的 他有时落地下的,现在很少,只有二千多只 他有什么特别呢? 他用尾去指挥交通 即是去左,去右,去前去后 尾,也有两个Glan 一个Glan在手里,一个Glan在空前那里 Glan会排一些很臭的 即是他见到有competitor的时候,就是斗臭的 斗臭的,就噴出来,然后用尾去掃去对方那里 这些都是,叫做什么 就是evolution的一种,sexual diomorphism的一种 噴出来,即是不打架,就是斗臭的 另外一种是red rough limu,白颈糊后 就是这样的 这个像圣诞路人戴帽帽 black and white,就见到的 叫得很大声的 他又不怕人的 另外一种black limu,黑糊后 黑糊后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交辟色眼睛,一种是蓝眼睛 蓝眼睛那种是除了人类之外 唯一一种memo是蓝色眼睛 就是这种东西 下面那里可以看到 Brown limu也有很多 Brown limu也有很多 看到的 Brown limu是friendly到极 这种很奇怪的 有三种 大中小的 有一种叫golden 吃竹树 竹树有毒的 有山埃毒的 但是他们吃了就没有事 他可能是在身体里面 有某种方法去做 那么多种bambu limu 怎么搞呢 就是争食呢? 不会争食的 因为每一种吃的竹树的部分 都不同的 有吃竹笋的 有时竹的乱劲 有吃竹叶的 所以不会打架的 就是大家分开 竹笋吗? 不知道 竹笋我想没有 应该是竹叶最多 最多散开 那又是很有趣的 这种就是最稀有的limu read limu 就在马帝加斯加的沼泽 那里才有 我们没有机会见到 但是 就来玩完了 因为那些沼泽越来越少 另外一种叫draft limu 这个是发现了没多久 很小的 就是16-17cm 这么丁 更小就是mouse limu 你可以看手 这些很可爱的动物 很惨 因为太可爱 现在是捉来卖做pet 已经少了 你还这样搞 将来没有什么前途 是很有趣的 Mongoose limu 就大很多了 Mongoose sportive 这些又大些了 我们说有130种 其实还有很多新东西 没有四维去探索尽 其实那一百零三种里面的39种 都是2000-2008的时候发现的 本来说那些郊外应该还有 应该还有 希望他们再会找多些 那么limu 本身就是很喜欢群居 很socialized 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女人 这一种是Mongoose Mongoose 是叫蒙 蒙 蒙也是 小小只走过来 一种变成12345 5种 最恶那个叫Forsa 哇 嗯 嗯 嗯